不過你的寬度比這個還寬 你稍微... 麻麻啦 就不小心的話就先到旁邊了 對啦 當然當然當然 你如果跌倒的話 你這個責任是在我 不是在病人啊 這個我不敢聽你們 這是或許可以建議一下說 可以怎麼做 至少說上到第一個平台上面 嗯哼 那我們有沒有生長朋友 會來這邊提出說 他可能想要什麼樣的服務或幫忙呢 比較少...比較少遇到 沒辦法上去 老人的十八 十八只再寬一點點 但也不太可能可以走這個 就是剛好兩邊都跨得到 對 也沒...沒那麼大 這個是比較窄的 這個已經很久都沒有車子這樣走 比對了半天 確定許朝富的輪椅尺寸 無法推上斜坡 而在整個比對過程中 另一旁的步道 不斷有觀光人潮往上走 許朝富無法上來觀賞的平原 有台灣山脈獨有的秀麗景致 不過觀察整個平原 可以明顯看到 就算許朝富勉強上了斜坡 他還有許多難題需要克服 剛進來要繳二十五塊錢 他說二十五塊錢 是滿足你停車上廁所 還是說我們跟一般遊客 其實應該也可以往裡面走 晴天岡那個地區其實大半年 冬天以後風雨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冷 那我們呢園區呢 我們特...就是晴天岡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覺得大概不是那麼有急迫性 所以我們大概就規劃在二子坪 沒辦法上晴天岡一堵國家公園風采 許朝富只好轉往管理處口中的二子坪 無障礙步道 這裡...這裡就寫這個...這個步道 1.7公里 然後還有做點字的... 的那個... 可以走看 其實他做了點字 但是他沒有導盲磚啊 沒有...其實這些...這些點字的... 你就是...除非你常來的時候他才會知道 否則的話...就算他鋪打盲磚 他也不知道... 打盲磚在哪邊再可以走 我們的步道可能是一般級 或挑戰級 在台灣國家公園中 陽明山的二子坪 有一條號稱國內最完善的無障礙步道 其實我覺得蠻陡的 有點陡啊 這邊還不算陡 那邊才算陡 所以他們有一些部分是... 一開始的時候... 也沒有考量到 因為沒有被... 沒有常常者在當時的時候被... 邀來 我記得上到我自己來推的時候 大概推一道喔 就是上完這個坡之後 就沒力了 有點字板卻沒有導盲磚 輪椅可以行走 波度卻太陡 這條號稱國內最完善的無障礙步道 似乎只做了一半 沒有辦法說讓你... 我們那個... 就是視力比較差的朋友來走 因為他自己走的話 因為野外 說不定跑出一條毒蛇來 他也踩上去了 那可能就會被毒蛇咬傷 這種狀況都很多 甚至做輪椅 你假設自己來操作 萬一他跌倒了 那萬一也沒有路人經過 那也是很危險 所以我們那條步道呢 就是一定要有家人 至少有一個家人陪同 才可以再使用 其實現在我們在講那個護欄 也是一個... 一個問題 因為它的高度跟厚度 其實都擋到輪椅的視線 那有些地方沒有... 有些地方沒有 你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有些地方他可能覺得這個... 太那個... 可是你... 需不需要做到這樣子 然後剛好旁邊都看不到 其實在這邊喘是好的 呼吸夠 太過消耗體力的步道 讓許朝富很快失去了 繼續向下走的動力 有特別一些重要的景點的話 然後其實是會想走啦 只是覺得說走一次的話 就很辛苦了 那下次真的是會不敢來 不過這也就達到很多人 對常常者的想像 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基本上來的人很少 但是大家不知道 其實在整個環境上面的過程 其實就讓很多人 其實是沒辦法來的 其實就差那兩個門檻 對 其實你就也上去可以看得到 接近得到這樣子 我覺得會沮喪啦 因為說實話 就是比方說 如果我們今天想說有一堆遊客 這邊是一個很重要的景點 你就會看到人家 就是別人在那邊喊說 哇 這也好漂亮喔 然後這個很有趣 然後那樣的東西 你會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很像那種打不破 就是說很像一個 沒有辦法接近的距離那種感覺 明明就在你前面 但是你卻靠不近 這個叫最遙遠的距離 對 範圍比較那麼大 然後看怎麼針對 這些行動不便的朋友 也覺得對 為了縮短生長者 與這個世界的距離 同時爭取獨立活動的權利 許潮富今年設下一個目標 打算改造國內的森林遊樂區 所以像這邊就是 因為比較窄 所以如果這邊能夠 有點像會車的 或者是增加它的空間 那就不會被這個樹擋到 還有就是像四丈的 四丈的有時候 它在走的時候 頭會撞到 對 可能會 所以通常會 這邊再做一些阻攔 這個就是那個 昆蟲 蟲啊 什麼的 對 我們並不是在強調說 所有的區域 全部都武藏 因為比方說 在以我們看的很多 森林遊樂區 它在很高山上面的話 其實並不是說 我們要鋪一個 世界最長的坡道 不是這樣 而是這裡面 能不能做一些 分類的等級 讓 比方說 適合親子的區域 那麼基本上 行動不便也應該到得了 那如果屬於登山級 或者是說 有一些挑戰級的 那那個部分 可能就不是我們 這樣的方式去做處理 與管理人員實地勘察 整個園區 許潮富想補評的 不只是高低的落差 而是聲唱著 與這個世界的距離 而是聲唱著 與這個世界的距離